16轴的无人驾驶航空器 十多万台手术成功率达百分之百的手术机器人 能被拉着到处跑的可移动钻机 9月12日至16日 在北京举行的2024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上 科技感被完全拉满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那个目前全球首款 基于人工智能生动学习技术的五颗手术机器人 然后它在模拟我们一个资深大专家 他们的这个手术经验 然后我们能够实现这个精度能达到0.6毫米以下 同时呢我们拥有我们的机械臂 能进行这个精准的一个节骨操作 让原本的手术时间从两个小时 然后下降到现在30分钟 通过人工智能的赋能 手术机器人还可以做到更多 我们原来培养一个联系医生 可能需要20多年的时间 才能够开展此类关于这款手术 但现在我们培训6到8周 医生就能开展这类型的手术 目前我们的人工智能系统 已经在全国有1000多家医院应用了 然后做了10万多台的手术 现在这个手术的成功率能达到100% 同样吸睛的 还有一款16轴的无人驾驶航空器 舞台中央酷炫的造型 让科技感这一刻被具象化了 这次服贸会呢我们带来了我们的这个明星的旗舰产品 EH216S无人驾驶的载人航空器 这款产品呢也是目前全球唯一一款 获得了这个试航三证的产品 这款航空器采用电力驱动 全无人驾驶 最大航程可达空中直线距离30公里 不仅在服贸会上受欢迎 更是活到了国外 目前已经在全球16个国家 完成了超过5万架次这样的安全飞行 我们也在这个相关 包括这次来参加服贸会的一些主兵的国家 开展了一些相关的业务 在主兵省四川省的展台上 某企业的展品十分低调 但他们产品的战绩可一点也不低调 这次带来了两款服务一带一路的明星产品 一款是高效的水文机组 另外一款是尖端转机 我们的产品出口到全球110多个国家 并且我们在全球40多个国家 建立了超过60个分支机构 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展出的水文机组产品 已经应用在了非洲最大的水电站项目 以及全球最大的灌流式水电站项目当中 而另一款能被拉着到处跑的钻机 则完全颠覆了大家传统认知 这次在带来展示的是有三台钻机 一台是极寒钻机 它可以在零下50度的情况下工作 并且可以抵抗12级的狂风 然后同时第二款是快速移动钻机 可以方便我们从一个工作地点移动到另外一个工作地点 提高钻采的效率 第三个是我们的万米钻机 被称之为地壳一号 这样一个钻机 它的钻碳深度是达到了7000多米 算力是人工智能赛道和数据处理的基础设施 提升算力水平是加速AI技术发展的关键途径之一 如何精确有效的使用算力 福贸会上也能找到方案 我们首先在全国各地建设完成了几个制算中心 同时这几个制算中心是搭建了我们九张自研的制算操作系统 这个制算操作系统发挥的作用 一个是可以做底层的GPU资源的高效的纳管 再就是它做了很多算力的增值服务 可以为企业的人工智能以及大模型的场景 提供各样的算力的服务 本届福贸会上450多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 83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 正如不少参展商所说 福贸会带来的多元链接交流和创新作用越来越明显 在福贸会我们就可以接触各行各业的客户 对于我们扩展客户扩展市场也有非常大的帮助 我们也坚信中国的医疗科技健康服务能够走向全球 通过优质的服务也带动了我们的装备进一步服务全球 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次福贸会的这样一个国际化的平台 能够把低空经济领域相关的服务贸易消费场景 对大家生活方式的一种改变能够推广给大家